歡迎收看LCCF TV 大家好,歡迎收看九巴經典系列 今集主角是Saturn MK17型單層巴士 九巴在1957和1958年購入了共100部 是九巴當年其中一張最大的單層巴士訂單 新車配METAL SETI ONCE車身 亦是最早將引擎設於車廂內 配上Saturn金屬水箱頭標誌 外形美觀 車廂內配遠墊座椅 乘坐舒適 此設定主要看準 九龍塘高上住宅區的路線而設定 MK17配Perkins P6 綠氣剛柴油引擎 及4前速手動波箱 馬力86匹 由於此車底盤是專為巴士而設計 所以比起當年 其他油貨車改巴士的底盤為低矣 更容易上落 合共可載50人 MK17型單層巴士 載5、60年代 被安排在九龍及新界路線行走 至1971年變全數退役 服務了14年之後 由弊頓P9-4巴士所取代 而其中一部MK17 HK4390在退役後並沒有被拆射 而是出售級私人公司作貨倉用途 在90年代 有人發現在洪水橋出現 這部MK17 相信就是4390 此車在08年後 被有心人 扣入作私人保留 但狀態並不理想 相信就算要修復 也有一定難度 對巴士迷來說 想見反真的7MK17 機會已經不大 但在中國佛山西潮山國藝影視城 有兩部仿製香港的單層巴士 其中一部便是參照9巴的7MK17 這部巴士配上AD21 白白的車牌 外表看來不合比例 但總算有個近似外形 而內龍算做得不錯 只是在以質料和真實有很大的距離 而Sedden的水箱水牌 他們也仿製到 已是相當有心 大家有機會應去一看 現在我們看看當年的行使氣氛感受 大家記得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拜拜 拜拜